反修例事件中有不少人被捕 包括学生 两个被判入更生中心的女学生 有不同的体会 由2019年6月起掀起的反修例风波 触发连串违白活动 至今年5月底 已经有10261人被捕 当中4,008人是学生 20岁的阿穎是其中一人 他因为参与非法集会被捕 之后判入更生中心 在程教院所9个月 他对学业和家人都有一番体会 同年龄那些都预计大学 我还未升到大学 就是觉得浪费了些时间 跟别人差一段路 对不起妈妈进来 她都没有说不理我 我知道这里有其他人 可能是家人没有来探过她 家人都不想再理她 阿穎现在决心努力学习 修读美容课程 这个美容课程要上180小时 内容包括美容、化妆和修夹 考试合格后才可以获得证书 若二十岁的大专生阿林 同样因为反修例事件判入更生中心 他说只想尽快重返社会 继续关心社会事 程教主任指 因为凡事判刑的青少年 能否重新出发 要靠自己 最开心是见到青少年 获释之后 可以洗心革面 重新出发 可以洗心革面重新出发 他说是因为凡事判刑的青少年 获释之后 可以洗心革面 但协助他们重新出发 除了我们本身的更新计划之外 青少年本身自己的努力 和决心都很重要 程教署为他们设计 不同研习方和心理辅导 希望令他们重返政途 无线电视记者 张永恩报导